中山陵 中山先生的墓室高耸于 聪裕浩瀚的临海之中 碧瓦银墙 急于紫金山化为一体 博大 深沉 静静地洋溢出一派正气 与天地共存 中山陵的墓址 是孙中山先生亲自选定的 公元1912年 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 曾到紫金山狩猎 当他转到小茅山附近时 看到这里前林平川 背负青山 气势甚为壮观 便笑对左右说 待我踏实此事后 愿向国民起此一剖土 以安置躯壳 1925年3月 先生临终前又留下一眼 希望安葬在南京的紫金山 中山陵 于1926年1月开始修建 历时三年完成 1929年6月1日 国民政府举行盛大隆重的 中山先生灵鹫奉安大典 孙中山先生的灵鹫 于正午十二点 在一百灵异响礼炮声中 葬入墓穴 就此一代伟人 常勉在紫金山路 与祖国大地融为一体 中山陵占地约八万多平方米 前林平酬 后庸苍牙 由中国著名建筑师吕燕直设计 庄严宏大 气势非凡 既吸取了我国传统陵园的布局特点 又具有西方石造建筑的永恒纪念性 中西合璧别具一格 中山陵的建筑材料 全部采用本色花岗岩和蓝色琉璃瓦 色调简朴 结构精美 整个陵区平面呈景中型 再现了中山先生唤起民众的私下 陵墓入口处是一座四营三开间的汉白玉石牌坊 正中横眉上镌刻着的博爱两字 是孙中山先生的首书 所以又叫博爱方 穿过陵门是碑亭 墓碑之上二十四个六金的大字 出自国民党元老谭严凯之首 碑鹅彩云朵朵 碑坐巨浪层层 予以中山先生的分工伟绩 比天高 比海深 中山陵坦坦荡荡 依山势横沉在阳光下 十阶连绵不断 由墓道口至平台 共有392级台阶 分作十段 每段一个平台构思奇妙 从下往上看 只见十阶不见平台 而从上往下看 则不见台阶只见平台 392级台阶并非巧合 而是暗喻了当时全中国 三亿九千两百万同胞 走进这方墓结构宫殿式的济室 孙中山先生端坐着 坐向四周的六幅浮雕 记载着孙中山先生 从事革命活动的内容 济室东西两侧 镌刻着中山先生手书的 建国大纲全文 济室后方半球形封闭式的建筑 是孙中山先生的墓室 墓室中央长方形的墓穴下面 安放着孙中山先生的遗体 墓穴之上 这座汉白玉卧像 是杰克雕像家高齐 按孙先生的遗体形象而做 真实地在现了 中山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刻 令人肃然起敬 青山有幸埋中骨 中山岭是一座并不高大的 中山盛名传播 紫金山也没有辜负 孙中山先生 这片怀抱一代伟人的苍茫山林 寄托着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爱国情怀 苍茫 Анд桐 感谢观看